2. 受苦的仍然是工人、農民 2. 從共產被組馬克思到共產極權國家 各個在口頭上都大講依靠工人、農民、無產階級 代表著工人、農民的利益等等 但他們的實際行動都證明了最後吃苦的仍然是工人、農民 1. 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在1918年,隨著立憲會議被列寧非法解散 工人最先站出來反抗 成為第一個在暴力機器前流血的階層 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發生了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 參加者多達幾萬人 布爾什維克的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著工人的鮮血 俄國的最大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 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 很多工會紛紛支持 但那些罷工很快就被疏共用武力殘暴鎮壓 全俄鐵總和其他非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 從此俄國工會逐漸被疏共控制而官方化 1919年春天 在俄國很多城市亦多次發生工人罷工 飢餓的工人要求獲得和紅軍士兵相同的糧食定量 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 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 結果所有罷工都被秘密警察以逮捕和猖獗的殘酷方式鎮壓下去 1918年夏天俄國因內戰而斷糧 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 列寧在1918年6月間 將斯泰林派到福爾加流域的賊里津 因為那裡是俄國的傳統糧倉 斯泰林到埋之後 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農民 蘇共的暴政激起了很多農民反抗 1918年8月 奔殺地區的農民發起了武裝反抗 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 蘇共派出軍隊血腥鎮壓起義 列寧當時被奔殺地區發送的電報如下 一、吊死 確保人民都能夠充分看到繳刑的執行 至少一百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 二、公布他們的名字 三、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 四、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 這件事要辦到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 都能夠看見、戰鬥、知道、叫喊 坦波夫省在十月政變之前 是俄國最富有的省份之一 為了強行將糧食收繳 蘇俄政府組織了很多精糧隊進入坦波夫省 為了抵抗強行精糧 五萬多農民組成了自衛軍 和武裝精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 為鎮壓坦波夫農民的反抗 1921年6月 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 建議陶哈切夫機師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 陶哈切夫司機用毒氣和大火 使得坦波夫地區的大片土地變成無人區 在鎮壓坦波夫州農民起義中 估計約有十萬農民起義者 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 有一萬五千人被殺死 蘇俄血腥殺陸的預演 為之後中共迫害中國工人、農民 做了充分的鋪電 2.中共逆暴疫區 中國有著經過五千年奠定、博大精深的文化 經天信神的傳統已經融入到一代代中國人的骨子裡 而共產邪靈只靠欺騙、便宜、滲透等手段想改變這五千年的傳統 談何容易?因為這樣,共產邪靈很有計劃地 用暴力殘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階層 摧毀傳統文化中 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 割斷神人聯繫 同時建立邪惡的黨文化 以代替傳統文化 並且用它來培養、訓練、沒有被殺死的世人 特別是年輕人 要將他們變成亡因負義的禽獸 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毀滅人類的工具 中共開始散奪政權之後 馬上就開始製造敵人 將陶刀首先揮向精英階層 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 向身 在城市裡殺害資本家 也在製造恐怖的同時 搶光社會的財富 中共進行的所謂土地改革 許諾將土地分給農民 先是給農民一些甜頭 挑動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殺地主 殺富農 支持共產黨新政權 但是完成了對地主、鄉新的屠殺之後 卻又立即會通過合作化 去收回那些給農民的土地 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沒有自己的土地 繼續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份發出了 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史稱鎮反運動 集中殺害鄉村裡的地主和富農階層 中共公佈 到1952年尾消滅的反革命分子 是240多萬人 但是實則遇害的最少是500萬人以上 佔當時的人口近百分之一 殺完農村的地主和富農 跟著中共又用三反、五反運動 去屠殺城市裡有資產的人士 單在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 根據不完整的統計 因運動而自殺者就已經有876人 其中有很多資本家 是全家幾口一起自殺的 在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之後 中共並沒有停止 而是緊接地整治農民、小商人、 手工業者 將他們的財富搶為中共所有 結果是廣大工人、農民照樣貧窮 3. 共產黨所做的事 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 全部都是變異的 不光彩的 1. 蘇共暴行 1. 勞改營殺人 希特拉取經 1918年9月5日 列寧下令在索洛維茨基群島 組成了第一個 特別勞改集中營 這是為了關押、折磨和屠殺 反對十月政變 和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異見人士 之後 蘇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集中營 這些集中營 正是斯泰林時代 臭命遠播的 古拉格集中營的前身 古拉格是俄文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簡稱 在斯泰林時代 伴隨著接連不斷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斷加劇 古拉格集中營 在蘇聯各地越見越多 1953年斯泰林死去之前 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巔峰 全蘇聯有170間 遍佈各地區和角落 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 作者索爾仁尼琴一共舉例了31種刑訊方法 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 無所不包 無所不用其極 他的結果就是 需要什麼口供 就能得到什麼口供 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 食不果福 衣不閉體 在冰天雪地下 每天要進行12至16小時高強度的體力勞動 大批大批的勞改者死於非命 有很多全家都被送入古拉格 又有些是丈夫服刑、妻子流放 甚至乎是80歲的老人都不放過 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 軍隊高級將領 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 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 囊括了所有階層 有很多世人都以為 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產物 實在 蘇俄的勞改營不僅僅是 其他共產國家勞改營的樣板 希特拉當年也派出蓋世太保 去蘇聯參觀 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保守統計 在1930年至1940年間 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 1960年 古拉格系統被關閉 2013年 俄羅斯官方媒體網站顯示 有超過1,500萬人 因獲刑 被關入古拉格改造型 而在那裡 共有超過150萬人 在釋放之前死亡 2. 製造飢荒殺人 1932至1933年之間 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 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滅絕 事件的背景是 蘇共在烏克蘭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 遇到當地的農民抵抗 於是 蘇共就將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 劃為富農 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 這件事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 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在1932年至1933年的冬天 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蘇聯政府中斷 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 任何人都無法逃離 起初 烏克蘭人依靠在家裡儲存的蔬菜和土豆沖機 但是 蘇俄政府動用了精糧隊 將國家各戶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搶走 很快大批農民就陸續餓死 在很多地方還出現了食人肉的慘劇 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 有很多人都餓死在路軌上和鐵路旁邊 大饑荒過了之後 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 成為孤兒 斯泰林政府認為 龐大的兒童黑蓋損壞了蘇聯的光輝形象 於是就簽署了命令 對十二歲以上的兒童予以猖獗 根據不同的統計數字 有250萬至480萬人死於大饑荒 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科夫市的大街上 隨處都可以看到餓死的人的屍體 共產邪靈毀滅全人類的目的裏面 亦都包括毀滅他們的自己人 在斯泰林時代 恐怖殺戮行動越演越烈 從1928年開始 斯泰林導演了一場 持續十年的血腥政治鎮壓 據歷史學家研究 在大清洗運動中 出席蘇共17大的1966名代表 有1108人因為反革命罪被逮捕 17大選出的中央委員 和後補中央委員共139人 其中有80%的委員被逮捕 並且全部被處死 1919至1935年先後選出的 31名政治局委員 其中有20人遇害 秘密警察總管貝利亞曾經說過 給我找來一個人 我就能給你他的罪證 列寧在生時的最後一屆 七名政治局委員中 除了列寧早年死去之外 斯泰林將其他五人 加米涅夫、托洛茨基、 桂諾維也夫、 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都置於死地 這次清洗並沒有漏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 對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 學術界、文藝界知識分子的鎮壓 甚至比對軍政界的鎮壓更早了一些 究竟斯泰林搞的大清洗 合共抓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 關押了多少人、 又流放了多少人呢? 至今還沒有一個準確的記載和答案 1991年6月 蘇聯解體前夕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克劉奇科夫公布了以下這個數字 1920年至1953年 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 其中200多萬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鎮壓的 曾經在蘇聯和葉里欣時代主持過 平反工作的 雅科夫列夫 在2000年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斯泰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 準確的數目或更多 2,中共暴行 從1949年中共散權至1966年的十幾年裏 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及它所造成的大饑荒 使得幾千萬中華子民死於非命 隨著血腥的黨內鬥爭的需要 隨著新一批接受無神論 黨文化教育出來的禽獸成長 為了摧毀幾千年奠定的中華傳統文化 共產邪靈開始了更瘋狂的殺戮和破壞 在1959年到1962年之間 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 中共一直蒙蔽世人方稱是自然災害所致 實在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 大躍進不止食光庫存的糧食 搞到土地沒有收成 還硬逼各級從省市到城鄉虛報糧產量 由按照虛報出來的數量超額徵收 結果導致農民將口糧、種子糧、 飼料糧都上繳之後 仍然無法達到虛報的數量 中共各級組織逼糧存 對快要餓死的農民吊打、刑訊 鬥爭以奪取農民他們自己保命的 最後一粒糧食 同時中共也學了蘇共的做法 斷絕農民入城或其他求食的生路 以致無數家庭甚至整條村的人被餓死 人食人的現象裡又發生 老婆餓死的人的屍體也隨處可見 慘不忍倒 當農民為求生存去奪糧的時候 又被殘忍來鎮壓殺害 上繳回來的糧食 被用來大規模購買蘇聯的武器 也有用來出口換黃金 用來還債 但是中共就沒有顧及自己國民的死活 在短短的三年裡 這一場滅絕人性的以饑荒殺人的大屠殺 就令到數以千萬計的中華子民喪失了生命 2. 文革暴力殺人 毀壞傳統文化 1966年5月16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516通知發出 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 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 1966年8月下旬 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 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單是以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 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 就先後殺害了325人 其中最大年紀的有80歲 最小的只有38日大 他們的殺人方式有用棍棒毆打 有些是用雜刀殺 有些是用繩勒死 嬰兒就是一隻腳被踩住 另一隻腳被劈開 從而將它撕成兩半 共產邪靈令人實施暴力 殺六世人的時候 還要告訴民眾殺人是應該的 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 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 殘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 在黨文化的毒害下 很多人就變成共產邪靈的打手 殺人工具 整個文革時期 死於非名的人難以統計 多數研究估計有超過200萬 甚至更多 但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 魯密爾教授在他的著作 《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說 在文革中喪生的人的數目 大約有773萬人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分 和山東黨史研究副主任丁龍家合著的 《沉冤超說》 《平反冤假錯案》一書 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書裡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 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說的話 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 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 受政治迫害的人數超過一億人 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 1980年8月21至23日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 兩次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 法拉奇問鄧小平 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 鄧小平回答說 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 那個一定是天文數字 也是永遠無法估算的數字 鄧小平接著舉了一個經典冤案 他說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文 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 是國民黨特務 康生命令公安部長謝富治 將趙健文當場捉起投入大牢 但是趙健文一案就牽連了138萬多人 打死了1萬7千多人 6萬多人被打殘 但是在昆明地區就打死了1,493人 打殘了9,661人 3.登峰操極,迫害法輪功 幾十年中共的暴力殺戮,強力洗腦 黨文化的灌輸和教育 令不信神的人道德標準 早已遠遠低於神被人規定的最低水準 甚至連信神的人都不知如何才算對神真正的信 而將中共敗壞之後的宗教作為信神的形式 長此下去,世界上各個民族所預言的毀滅整個人類的大災難 必將降臨 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 在1992年春天 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傳出了 以信仰真、善、忍為本的法輪功 又稱法輪大法 大法自簡自疑 從區病健身開始 在短短幾年 經口而相傳 全球就有上億人入道德法 帶動了整體社會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華 隨著大法洪傳 更多世人走進修煉 勢必讓人類走回正道 讓江山重歸清明 1999年7月 中共邪黨前黨魁江澤民 急不及待地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和他的修煉者的 全面迫害 他習古今中外一切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 江澤民下令對法輪功要做到 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他們用謊言欺騙加暴力 迫使所有中國人認同和追隨他們迫害法輪大法 反對真、善、忍、認同假、惡、鬥 令人道德敗壞、背叛神佛 走向法輪大法及真、善、忍的對立面 有很多中國人在邪黨多年的高壓 洗腦和殺戮中禁藥寒蟬 變得麻木不仁 對迫害視而不見 甚至違背良心地參與迫害 完全知道自己已經被捆綁著 走上毀滅之路 共產邪靈還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 去捆綁自由世界國家 使他們無法制止 中共對法輪大法及其信徒 喪心病狂的暴力殺戮和迫害 聽知、淫知 逐漸使到迫害者愈加猖狂 絲無忌憚 共產邪靈集股今中外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 更加超出這一切手段之外 將法輪功學員作為活人器官庫 每個器官以數萬至十幾萬美金不等的價格 隨時殺死這些學員 並且販賣他們的器官來牟利 2006年7月7日 加拿大人權律師戴衛脈塔斯 和加拿大前資深國會議員戴衛喬高首次發布 《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 這個報告以18種證據證明 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是真實存在的 並稱之為 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 經國際調查員通力合作 2016年6月 《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殺更新調查報告》發表 這個報告以680頁的篇幅 近2,400條參考資料 揭發出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實性質 和驚人的規模 2016年6月13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呼聲表決的方式 一致通過了343號決議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針對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 強摘器官行為 活摘器官的巨大經濟利益 不僅能維持迫害 還吸引了全世界的人為了活命 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 其實也是助長中共殺人害命 4. 共產洪禍 輸出暴力 在《共產主義黑皮書》《共產主義罪行》中 作者初步統計了 共產政權導致的總死亡人數 約為9,400萬 其中蘇聯有2,000萬人 中國有6,500萬人 越南有100萬人 朝鮮200萬人 柬埔寨200萬人 東歐的共產政權100萬人 拉丁美洲15萬人 主要是古巴 埃塞俄比亞170萬人 阿富汗150萬人 另外有1萬人 是因為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 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 根據不同學者的統計 柬埔寨在赤柬1975至1979年的這段統治期間 在中共的直接干預下 赤柬埔寨害死的人數 大約是140萬到220萬之間 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口 也只不過是700多萬人 也就是說近三分一的人口死於非命 1993年到2008年 朝鮮有60萬到85萬的人非正常死亡 金正恩上台之後 更是明目張膽地大肆殘殺 包括他的高層政府首腦和親人 在短短的100年間 共產邪靈在共產政團國度裡 竟然殺戮了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重要多的人 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史 每一頁都沾染著世人的血跡 都記載著共產邪靈百年以來 一路暴力撕殺的惡行 一路暴力撕殺人數